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签了合同 不过是两份 好像交易有些复杂 能不能告诉他一些背景 汤姆不往下面说 就一直说感谢他的话 令诸葛明奇怪的是 汤姆不给他提高格森建筑工程机械公司并购的案子 他很想知道汤姆这次来华夏平津的使命完成的怎样 汤姆打断他 问有没有收到他让酒店寄来的礼品盒子 诸葛明顿时明白了 昨晚的贵重礼品原来是汤姆寄过来的 汤姆说 平津的朋友送的 他觉得自己用不到 就转给诸葛明 诸葛明不好意思问到底 但是推测精美的大国荣耀礼盒 肯定是雷部长送给汤姆的 雷部长可以送特丽萨一支爱居士最新款的博尔肯包 礼仪之帮 汤姆的这份人情绝对不能缺 诸葛明说 这个礼物有意思 烟和酒就是让平津的领导研究研究 汤姆说不明白啥意思 诸葛明又说 厄礼是驴皮熬制出来 三边酒原来是雄性牛羊和狗的生殖气泡出来 这是让大国感到荣耀的文化符号 你不是说华夏人只知道做那两件事吗 汤姆连声 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 当诸葛明告诉他四盒中华烟打开后 里面装的居然是8888美元的现金钞票 汤姆急匆匆提醒他不要在电话上说太多 让他先回美国 下周到办公室当面谈 诸葛明放下电话又推测起来 估计是泰山以东有个地势要上一个大项目 无法无天的私企老板 居然要行贿大国国企部的副部长 而副部长强力抗扶 对这样的礼物根本不打开 直接转送他人 诸葛明到达浦东机场的登机大厅 里面的人流疏疏秘密从身边飘过 眼里充满期待的华夏人 沉默不语的日本人 脸色冷峻的俄罗斯人 戴着绿帽子的一定是美籍爱尔兰人 这里就是永不羡慕的杀剧舞台 后机厅里溢满着浓浓的咖啡味道 阳光透过落地玻璃 懒懒地散在地板上 流动的人们起落的飞机 看起来一切从容而漫溢 但每个人 每架飞机都有各自的目的地 他带的行李很少 但在安检时 被要求手提行李里的三瓶六神花露水 扔进垃圾桶 唏嘘到一直登机 怪汪一新不来送他 味道没有带走 带走的是心疼 上了飞机后 他本想尽快睡去 但早餐时喝的咖啡 把仕途垫底的精力带上来了 他看见侧面前排一位男士手里 拿着一个最新的财团周刊 封面人物是高格森建筑工程机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题目是 金色老板 詹姆斯·拉特 缔造一个绿色的奇迹 金色 绿色 好的颜色都让你们这些统领世界的人占有了 炒作啊 汤姆这些人的把戏 看来他在平津的运作已经开始了 做事的玩法 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 对汤姆他们是资本运作 对普通股民都是骗局 他真想过去告诉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乘客 我诸葛明劝你小心高格森的股票 买了看到升值就尽快出售 否则可能会跌价 因为操盘的人在上层 看得比你远 知道的比你更内目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如花 年少时心狂深浪口大 如今日渐淡漠中四海为家 通过机舱的窗户 看到东海上疑似静止的轮船 忍不住叫空姐倒杯白兰蒂喝下去 然后就是抵制不住的忧伤 所有人是似懂非懂 时光非是此生无解 这一段时间在华盛顿和平经 见到了掌控世界的人 据说每个国家都是该国家内的若干大家族控制的 这话有证据吗 雷鹏 贾斯维 汤姆 希尔多这些人的背后的人是谁 老百姓都是每天转圈的旋转木马 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的 每个人每天都在转圈 无非圈大圈小罢了 诸葛明在浦东机场休息室里 看到电视里在介绍华夏的大国重器 就想起他那双走起来发出支妞声音的皮鞋 和办公室同样支妞的座椅 这些应该无法作为大国重器 说大国小器太不尊重华夏制造 也许应该叫大国小器 一回到杜勒斯机场 诸葛明就拨通特利萨的电话 他的声音非常平静 听起来对在俄亥俄州老家的生活感到满意 他已经在那个宠物店里上班 近期没有要回到华盛顿工作的念头 小城小人物自有乐趣 虽然每天转圈的范围小 但是甘于平凡 也好 对于和汤姆在平静的冲突 他说道 汤姆这些人 利用我们新来的年轻员工 让我们帮他们做有风险的事情 他要把我介绍给雷部长的儿子 和他儿子结婚拿绿卡 我实在料不到 他居然想出这样的主意 事先他根本就没有和我提前商量 他可能觉得这样的机会安排给我 是对我莫大的恩赐 机会太好的无法拒绝 让有权有钱的华夏人成为我的ATM机 而雷鹏这样的华夏人 觉得他们一旦有权有钱 在华夏可以为所欲为 在华夏之外也想这样 我们在美国感觉上帝在上 所有人在下 华夏的权贵认为 他们高高在上 在乎什么天 汤姆也被他们用钱收买了 你看他们这些上层人士的傲慢 我拒绝他们的计划后 汤姆非常生气 我就决定 不能在这个律所工作了 我回来后 也直接给律所的负责合伙人说 你想让我提雷部长性骚扰 和汤姆企图违法的事情吗 你想让我找律师 做维权咨询吗 你想让我在华盛顿DC的法院 起诉律所吗 那位负责律所管理的合伙人 直接拿出汤姆早准备好的和解协议 你看他们事先早有准备 对付我们这样的小人物 如吃一块小饼干 他们马上派人 飞来克里弗兰找我 给我书面的和解书 说道 这个你签 但这个协议 是你和汤姆私人之间的 不要让律所 特别是其他合伙人知道 我说 可以 但我马上要先拿到钱 他让我给他账号 说三天之内 我的银行账户上 会有四万五千美元 如果我在三年内 不投诉和不起诉的话 再给我四万五千美元 我签了 其实 我很早就不愿在华盛顿住了 我讨厌那个地方 每天钻地铁像个老鼠 养那些在国会中 白宫里和K街上的大肥猫们 我搬回俄亥俄州 我的表姐和我在宠物店很忙 和小动物在一起 更开心 诸葛明问 就你和你表姐 特利萨知道他很介意 他的前男友是否在店里工作 用肯定的语气说 对的 诸葛明莫名地高兴起来 让特利萨随时联系他 邀请他以后随时来华盛顿 或西海岸见面 特利萨说当然 临结束电话时 诸葛明不甘心 还是禁不住问 回去和高中老伙伴重归于好了 你说呢 诸葛明感觉 此时这个女人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 当然 不正面回答也好 因为说是 他会很受伤 不是 他现在不可能插翅去追他 你说呢 这三个字 倒让他浮想连篇 在电话即将结束的时候 特利萨邀请他去俄亥俄州玩 这让诸葛明心援意马 但其实 特利萨并不想见到他 在从机场到公寓的公路上 诸葛明看到一个奇异的天象 汽车在绵延的高速公路上 随着车流缓慢行驶 一会儿东边日出西边雨 一会儿西边放晴 东面浓云覆盖 而太阳时时从云层里钻出 照耀在偶尔积水的路上 风吹着路边深入云端的森林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欢畅 诸葛明思索着 比较他的美国梦和华夏梦 美国给予的梦想有过 但不再存在 即使存在也难以实现 作为一个法治彻底 制度完善的国家 没有多少漏洞 可以让他这样一个 野心勃勃的人去钻营 所有大产业和盈利行业 都被资本家垄断 所有的法律 都把小民定位于金钱的奴隶 利益集团的蛋糕谁也不能动 人人蹦出来要民主 扯皮不断 停滞不前 在内部无法形成一些大事情的共识 而在华夏这三十年里 由于政府松绑后的经济活力 和本身庞大的市场 正在营造着活脱脱的华夏梦 从远离家乡 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 到写资楼里 愿做防奴车奴的白领 从青藏铁路上 守备吊车事故 几段的吊车员 到开往他国海域捕鱼 面临被抓风险的海员 每个人都在为 更有钱的明天而努力 像上海贾思维这样的人 其实来自安徽的乡下 还比他年轻几岁 拥有多个猎取暴力的企业 和上下打通的地位 而他 近三十岁的人了 依然是一间律所的打工仔 能不让他有理由地惆怅吗 经不住 他的心情由情转音 跌入谷底 刚回宿舍 汤姆发短信到诸葛明手机上 抱怨他把那个合同的 重要条款写错了 很多具体化的交易细节被忽视了 贾总虽然签了 但泰斗公司董事会全否决了 造成律所失去了价值几百万美元的合同 他说 明天一大早 律师事务所的华夏业务部门 将召开以这个为话题的检讨会 谷底再下去 也许是深渊 诸葛明突然盯着桌子上的两只青苹果 他出去近两个星期 他俩的外表还是绿萃的 这是多么可怕的世界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